欢迎大家 你们要吃好 胡大哥 吃烫皮 我们自己做的 好 多吃一点 谢谢大哥 我们这里就这个特产 就可能就走到哪 谁家的就是这个特产 客家小零食 开胃小菜是烫皮 大街小巷的烫皮达人 用自己的绝技 传承这一古老的手艺 多喜欢喝 多一点 待会给你加漂亮 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去 尝尝 我酿的酒 好好好 刚说点特别的 绝对特别 绝对惊喜 绝对你们没喝过 好好好 不醉不归 好 喝酒要拿这种钻机吗 不是有酒 放心 绝对靠谱 是不是靠谱男人 你是说这里边有酒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是不是 那我给你打赌 直接钻了 刚才有没有中假 没有 中了 没有 这个 不是中假 这个 试一下 钻一下 现在表演一下 好 没 又没有 你忽悠我们吧 胡大哥说 他要寻找的 是一种陪着竹子长大的酒 两年前 他将酒藏在了竹子里 经过两年的沉酿后 这种白酒 有了浓郁的竹子香 这是定南客家人 招待亲朋 才会拿出来的美味 只不过要想喝到 还得凭运气 第一点就成了 第一个珠杯再送了 第一个珠杯最漂亮的 老婆给你 哎哟 结婚多少年了 胡大哥 二十多年了 二十几年 二十三年了 结婚纪念日哪一天 结婚纪念日 老婆 结婚纪念日哪一天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 让媳妇亲我了 哇 你看 来来下一个介绍 下一个介绍 我妈多喝一点 好香哦 这个酒 一出来就闻到那个味道 干杯 干杯